本台消息 2024年全球华侨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 8月20号在香港举办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 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向与会代表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王沪宁表示 长期以来广大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 秉持民族大义 踊跃投身反独促统运动 为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融合 增进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做出了积极贡献 希望海内外统促会组织和各界爱国友好人士 以此次大会为契机 广泛凝聚共识 凝聚智慧 凝聚力量 为港澳台海外反独促统运动发展 注入新动能 王沪宁表示 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 始终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 全体中华儿女的命运所系 我们始终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 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 来把握两岸关系大局 坚定不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希望广大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 把握历史大势 坚守民族大义 共同反台独促统一 把中华民族的命运 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共创祖国统一 美好未来 共享民族复兴 伟大荣光 大会由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香港总会主办 会议通过香港宣言2024 会后 港澳台及海外嘉宾 围绕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积极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发挥青年力量 推动祖国统一 如何在新时代更好传承发展 中华传统文化主题 举办了分论坛